电影海豹冷知识 世界上最贵的海豹是星球大战的首映海豹 价值190万美元 它的拥有者是好莱坞知名的白家子尼古拉斯凯奇 而他收藏的另一张1931年版吸血鬼的海豹 价值31.07万美元 不知在其破产后 这些海豹在不在被拍卖的清单中 海豹为什么被称为海豹呢 这个称呼起源于民国时期的上海 当时他们将戏剧演出的舞台称为海 把从事职业戏剧性表演就称为下海 而为了宣传表演张提的画报 自然就叫做海豹 世界上第一张海豹诞生于1895年的法国 它宣传的是电影发明人鲁米尔兄弟的作品 《工厂大门》 虽然年代久远 但是这张海豹的价值却不是很高 素富比拍卖行对齐的估价是6到8万美元 国内最贵的海豹设计师是黄海 它设计的海豹多次入选全球20家电影海豹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想做一张精美的海豹有多难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叫图怪兽的网站 里面有海量精品海豹模板 选模板改文字一键下载 做出一张电影机海豹只要10秒 最后你心中最优秀的海豹是哪张呢 咱们评论区见